多高通 多累 跟你闹嘴 我看跟你高通 多累啊 老婆 我还难听说话 那你看说我肯定经历过 你要不经历 你咋就不能说 你思维是干啥的 我就不能说出 我啥也说不出来 我啥大脑啊 我这么大岁 我啥理解不上去 你说他啥事也理解不了 你就很想要他一句话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时下不来台啊 大妈相亲心眼太多 要钱不明说 还怪大爷听不懂 这是秀才遇到兵 想坑却坑不明白啊 属时是给咱逗笑了啊 我家 你瞅瞅 这哪儿乱了啊 就是外边东西多 我想象屋大 外边不搁东西不正好 你看看 能看呢 难啊 我的生活没有秘密 从来没有秘密 看看我就看看 这不手是挺腻胀的吗 这也看不出乱的 咋还不好意思呢 这边是吃的 这边是用的 对对对 嗯 大姐 我觉得你生活啥的 挺有规划的呀 就是哪块东西 该放哪放哪啥的 有这规划呀 人家这花没烧养啊 嗯的呗 这花养真漂亮 这得有多少盆花呀 好几十盆嘛 外面还有多少 嗯呢 就是要养生吧 这不也是修心养性吗 这你要养生 你不从那多方面去抓吗 每天有个好心情 就是身体健康 你才能厌年一寿呢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大妈从进门前就一直让望的 各个的家里东西太多 房间太乱 等红娘一进门 站眼一看 这东西堆的属实是有点多了啊 不过咱红娘也是打心底的理解 毕竟屋子这么大 住的也就一个人 这一个人过热的心里本来就难受 这要是房间再啥东西都没有 那指定心里更呼当当的了啊 那脾气非常非常暴躁 张嘴就骂 身手就大 那也不伸手 有俩孩子能理吗 那不都眼无可眼的吗 我到现在 一到夏天天就给我咬的 这地方还有疤 一到夏天天就痒 就挠啊 就打工去了吧 那当时就给饭店当服务员 反正这三五年的工夫 我先考的票 开出租车来的 反正这两样 干接接二十来年 连服装都开出租车 同时整啊有 那它就交替的整 这样不好就换 就这两样换了 感觉像交弟弟的 没想到你啥活都干过呀 干过服务员 还有出租车 还卖过服装 这搁到哪都行 搁到哪都行 都能应付一阵子 女汉子是什么这个呢 行那个不行的 这不都是逼出来 拼出来的 这就是你自己的 根据自己的 不同的那个处境 你不就得想自己的办法去生活吗 凭我的能力和智商 就是说的 子定也都活得还行 反正就是也是难 难归难 但是我都 都闯过来了不是吗 说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食言前夫对自己又是家庭暴力 又是各种奚落 纵使有孩子在中间作为纽带 大妈也是把刀劈端说断就断 这么多年一个人过日子 是各种脏活累活活都干过 当真是个你强人啊 首先人品好呗 身体健康 你这一身病 谁送谁 谁成天跟一个病人在一起 别的呢 别的要求他呀 这东西不一言难尽 这得整体去概括 去说一个去看一个人 能用一点一滴 一点两点说他得长得漂亮 帅或者他很有钱 这都不是绝对的 你觉得得综合看一个人呢 说起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 大妈也是在行为构思了不少遍 直呼金山银山 都不如对方有个好的身子骨 至于其他的条件 大妈直呼就算对方长得帅再有钱 那资格也不一定能看上人家 究竟大妈是想一出是一出 还是她的事是不赌才不赌色 咱们就齐力看唱本 走着瞧吧 分的时候这房是二十房 但是那时候是房了吧 就是交钱 然后五十年这个房子 然后就建议收了 那这房子有产权啥的 是你的吗还是 这房子就是你这房子 你就可以随便住啊 你就是你一直住到死 在那边管的 那也挺好啊 也没有啥压力是不是 没啥压力 反正这隔壁住 反正就是比较是竖境 我看那边还有个屋 那是空着呢还是咋 那个屋也是那个是小屋 这屋就没人住了呗 这屋就没人住了 这是自己 没说你看这屋都空荡荡的 这柜都没预备 啥也没预备 那我看那屋也没有柜 没有柜 就是没预备那玩意 那你自己一个人生活 多长时间呢 我是17年 17年自己过的 一直到现在 这房子就96年 收拾屋子了 洗衣服做饭了 全自己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一去收拾屋子 洗衣服做饭全是自己 咱就知道这老光棍的日子 属实是不好过啊 大爷的房间很大 大到装多少东西都显得空荡 大爷的房间很小 小到容纳 不禁第二个人 自打和前妻分道摇标 各走一边后 大爷就成了大火烧竹林 遍地老光棍 你好 你好 哦 嗯 嗯 我好像给第二台见过 见过啊 对 第二台见过 看过他上哪个节目啊 那也相亲节目 这些谁家不知道 一见过这胭脂 他长那样的多特殊啊 离婚几年了 七年了 还他妈去家庭妇女啊 对 他也是能送你 咋还疏离就离了呢 那就赶到这儿了 几个孩子你家 就一个妖头 跟哪上班啊 在长春 也成家了 没成家啊 那个你这七八年了 你也得出国呀 咱比如说过 没出过 一个没出过 没出过 那跟谁也没妥 也没干啥去 啥说 不是没妥 那是肯定没妥 要妥 咱俩今儿不能见面的 就说你这中间 你没去 就是出过吗 没出过 就是这些年时候 反正就是 艳势两个 反正没妥 没妥 最长时间 艳势多长时间 不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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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太笼统了 这么说话 你是三年五年 那是三月五个月 也就是 也就是 那个 也就是 刻八月的 真是冷灰里 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大爷半只脚 刚踏进门里 就听到大妈讲述 自个看大爷面说 直呼自个先前 在电视上看过人家 这几年前的事 现在还记忆犹新 难不成是 对大爷有意思啊 这不一坐下身来 就对大爷言行拷荡 不问出人家 交往几个 就是不罢休 这以后大爷的日子 恐怕是难过了啊 也是理议 那是 你们俩用啥 过不到一块呗 那你们历会 你多长时间了 很多年的 反正我就是这个情况 反正爷儿就这个爷儿 你看看他怎么样 反正我这讨厌 怎么样你呀 我这一言难尽呢 那我也不知你 对这个后半生 再带成家 怎么过日子 后组合的 你那个 这不有介绍人 这感觉会儿 你也得你谈谈 你就说 在从属家庭 俩人怎么过 适合你 这还是说的 以男的养家为主 我这个就是啥呢 你就是 吃肉辣子 所以我都管 那你也那么的 那你说的生活 是不是你那个说了算 最主要是不是我都得 就是说的 今天假如我要买双鞋 不得你 你同意我买 我才能买 你也不同意说 你那鞋脚有穿的 你还买啥 你是不是有这个 不是 我得经过你商量 你问我 但是我看你是啥要求 你还是还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要求的吧 你看刚才我不都说了吗 大姐说 那意思你听不听明白大哥 大姐那意思 你看这钱放着咱俩一块画 那我大姐 我大姐要是比如说 哪天看着哪个鞋了 衣服了好看了 我想买 我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呀 能不能让我买呀 或者说是 这钱我 他能不能自己做主 是不是这意思 是是 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 都说饭完保险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 嫌到大妈还说 不注重花钱不图演员 这下倒好 合着钱头问感情经历 就是铺垫开场白啊 这直接就问起了 之后的经济分配 直呼以后 资格有没有自主支配的权利 我哪个意思就是 公众卡教会你 你也不用交给我啊 大哥你听两岔去了 大姐那意思 我哪天心情来尝 我想买点衣服 我能 我又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我想买点衣服 那应不着 那想买啥就买啥 对 就是这句话呀 那倒是行 4000块钱就算 这地方消费也 也满好了 也综了 过得先去 然后的话吧 要总提钱钱 你从后找着晚上 这二十婚不行啊 就总钱钱的 你说不提 那现实生活当中 你每天都得消费 你要说得以后说的 阿姨妈 我这姑娘没结婚呢 我得给她攒钱 4000块钱公知人说 我得存上一半 我得给我闺女留着 她没结婚呢 我得给她攒钱 这我得将来给她买个车 买个房 那你说得你花啥呀 过日子呀 嗯 一加一等于二 咱看着也没毛病啊 大妈嘴上说的是 想要有买东西的钱 但这其实就是 大轴卷小轴 话里有话啊 想要钱就是不说明白 大爷倒是爽快不藏心 直呼大妈是不是想要工资卡 没想到大妈 一看大爷说这么明白 马上就不乐意了 直呼资格不光要留过何钱 而且还得给孩子留结婚买房钱 这还说不要钱呢 这直接都写到脸上了啊 我俩说话你听明白没有 你怎么是怎么的 你怎么是怎么的 还有什么 大姐的意思 那个就是以后 姑娘快被成家呢吧 将来需不需要 从你现在的工资里边 去给姑娘攒钱 她没成家就没成家吧 但是那以后她成家了 我没说她成家了 就是我也不能说给她 以后那不用给自己里面攒钱 那用不着 那用不着了 那没关系 听懂是听懂了 他关键 我看有点稀了糊涂的 说话能不能算数啊 他这也是颠三道四的 那说话都不该把上了 你这就丑瞻两了 还挺酱 你看就每说一句话 他都理解不上去 你大伙听 真是土地庙里甜哭了 属实不妙啊 大妈自己的说话是云里雾里 给自己的到处留后路 却给大爷得处留心眼 现在一听到大爷的保证 却又直呼大爷说话没个正行 自己的打心底的不敢相信 还真是矛盾的不得了啊 因为啥呢 我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也希望老的时候有个伴儿 这些年我第一个不僵 第二个呢 我也不想要就说拿婚姻大儿戏 跟这个过了俩月 跟大爷过了过二年 我从来没有 虽然我离的年头多 我跟谁都没对付过 你要瞻眼是说得老实八角 啥说没有 说我公知人家随便花 那咱也不能垃圾用花 那肯定就照这些钱花 那你说的 你钱钱得不拿出花 完了醒醒过日还不照调 今天说这个明天就变了 明天又那个了 那你说的 这两个月是挺好 过两个月不行了 那我这钱我得那啥呢 这孩子得让我存点 我这人家将来结婚 我一分钱不给拿 也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人家说还挺在理 那你要走你就不过就不过 你这这么翻吹吊打的 那你的意思是担心 他以后会反悔啊 对啊 那你会吗大哥 那你咱俩也没过呢 这个行李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能就是担心 我跟谁也不能讲呢 担心就是反悔 我要过的话 我不说就白头到老 是经过这种这个曲折了 是什么 那我那大老是思维下 你咱俩非得都得经历吗 大姐的意思是 我得先把承担 什么玩意我都我经历过 我赶紧 我一直在说 我这些年没咋过 我还非得有过这曲折 我才能说出这话 没这曲折啥也说不出来 那不是傻子吗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 咱俩也没起过过 没起过过 那我现在我都没确切说你 我怎么能说八道说的 我八道说的 说的就给你这个 不是啊大姐的 就是先把就是以后 草花说的钱套 人家也不是说 你就会反悔 这俩人咋还说说鸡了呢 看到大爷 始终不给自个准气 大妈也是索性直接贪买了 直呼自个这个弱女子 一路上跌跌撞撞 没少吃苦受罪 合着这是直接来软的了 就是表示自个害怕 大爷嘴上说着一些意 冰火二心 但没过多久 就直接撒手走人 听到大妈不断说 保证说害怕 大爷也是直接就坐不住了 要钱的时候理直气壮 现在又装着女子了 谁都没喝水过过 哪这么多事啊 家 哎呀妈 咱是来乡亲来了 咱可不是来干账来了呀 互相都平和一点啊 就是都 曲解对方的意思了 不是 他不是说我半道说的 你要反悔 他看出来 他说看出来 从我半道反悔来 没有 人家大姐说事 他真的直接跟我说的嘛 哎呀我的妈 这不是仨人正事 要不正事就得说 就是多沟通多累 跟你闹口 我看跟你沟通多累 我看你沟通多累 还难听说话 那你看 说我肯定经历过 你要不经历 你咋就不能说 你思维是干啥的 我就不能说 我啥也说不出来 我啥大脑啊 我这么大岁 我啥理解不上去 他啥事也理解不了 你就是想要他一句话 对对对 我不能 对 不能就是那样做 对对 然后对我他误会了 他那次觉得 你说他是那样的人 嗯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红娘的一旁 也是心知肚明 两人唠了这么久 说了这么多 其实无非就是这钱一个字啊 大妈想要大爷 实打实的给客树 大爷这头 毕竟是头一次见面相亲 你担心我 我还害怕你呢 咋可能说给就给啊 俩人话敢话 就是可能是 没事 跟贼都不计较 都在那个坑结上 刚才这俩人情绪有点不太好了 然后我也是跟你俩单独聊了一聊 现在没那么生气了吧 俩人 所以我都不生气 这就没啥管 其实就是话敢话敢的那会儿了 大哥也误会你的意思了 然后你也没理解大哥的想法 是不是啊 大哥哥 就是说的 这也是缘分 缘分就是说的 可能没占到 希望大哥早日能 早日自己有缘分 谢谢 希望你也在有这个机会 你再找一个 提我好 那这都是一缘分 然后那就 我们就先撤了吧 行 然后俩人就最后握个手吧 没事没事 来 你好 和解了啊 谁都别人现在这事生气 不高兴啥的好不好 行 我不计较 我真是大董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最终已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